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早段時間和朋友聊天 他們說很喜歡吃用蘋果做的甜點 問我有沒有好的介紹 我於是想起法國一款簡單兼容易做 好吃又地道的甜點 就是樂曼底烤蘋果 Boudreau Norte Monde 今次就做來和大家交流一下 立即動手 做這款甜點, 首先要準備的是一片撻皮 上網看法國的食譜, 他們說可以有兩個選擇 我家人多, 不如兩種撻皮都各試做一個 用來比較, 看看有什麼分別 這兩個選擇是什麼呢? 一個是較為多功夫的酥皮 但為了節省功夫, 我會做一個促成酥皮來代替 另一個就是簡單得多的甜脆撻皮 這兩款撻皮, 以前都已經介紹過 今次就不多說 反而想說一下, 剛剛網購得來的新港麵棍 是不受降噪的 最大的特點是搬了四個皮圈 用來控制撻皮的厚度 效果不錯 撻皮做好了 接下來的功夫就非常簡單容易 就是將蘋果洗乾淨之後去皮 然後將蘋果芯滑空 在蘋果表面貼些糖 按我看到的法國食譜 本來應該貼紅糖 但家裡剛剛沒有, 只是有雲南黑糖 我想試一下效果 於是就用它來做替代 之後將蘋果放在撻皮上面 來到這裏, 按法國傳統食譜 是應該用紅糖, 玉桂粉 混合蘋果芭蘭蘭底 來加進去 但紅糖和蘋果芭蘭蘭底 我都沒有 於是就用了一些自家製的 砂糖吉果醬來代替了 再之後將撻皮製成圓形 將蘋果整個包實 反轉 用多出的撻皮造成樹葉形 貼在蘋果上面 再用撻皮做一條蘋果框 然後在撻皮頂刺穿一個小孔 將這個蘋果框放進去 刺穿撻皮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在烤蘋果的時候 可以釋放入面的空氣 到了最後的工序 是將蛋黃掃在撻皮上面 等焗出來變成金黃色 之後就可以放進去焗爐倒焗 剛才說過 我今次是試用兩種撻皮 來做這款甜點 看看有什麼分別 而為了能夠識別 用甜脆撻皮造的那一個 我做了兩片樹葉貼上去 而用俗成酥皮造的那一個 就做了三片樹葉 其他食材和工序就是完全相同的 將兩個蘋果放在同一個焗盤上面 用150度絲焗40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是試食報告 論賣相,實在很差 相信交給高手或高點絲 一定會做得好很多 食味和口感方面 蘋果因為同時吸收了果醬 和撻皮入面牛油的香甜味 在焗熟之後 食味變得更豐富 口感亦非常好 食起來比原來未經處理的蘋果 更加令人愉快 至於撻皮方面 焗蘋果切開之後 原先放在蘋果心中的果醬 會流出來 有點像心太軟的效果 用撻皮點來吃 味道相當不錯 講到這兩種撻皮的比較 不知為何 俗成酥皮 似乎發揮不到傳統酥皮的鬆脆效果 食起來和甜脆撻皮 沒有什麼明顯分別 但總的來說 用甜脆撻皮做的 這款洛曼底烤蘋果 已經很令人滿意 所以大家如果想試做來品嘗 我推薦用較簡單的甜脆撻皮就可以了 今次就講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到下次見